做好准备 7.2强震震撼全国 除了地震耗发地花莲外 学界分析嘉义地区 必须提防规模7以上的地震 发生的可能性 台湾西部就是嘉义的地震频度最高 每一个世纪嘉义都有一次 大规模的地震 上个世纪还两次 梅雨山这个地方 因为周期已经到了 真的是相关单位要去加强监测 会这样说不是没道理 因为梅山断层 上次发生大地震 是在1906年规模7.1 当时造成超过千人死亡 而在前一次是1792年 学界推测梅山断层 地震周期大约100年 未来50年这里发生大地震 几率达到50% 它的能量其实是在累积 所以发生一个大地震的几率 是有可能的 但什么时候我们并没有办法确定 其实近期嘉义地区地震相当频繁 太保市在2月29号 发生规模4.9跟3.6地震 而光是4月份 规模3以上地震就有9起 规模4以上更有3起 引发民众关注 但学界分析 这是未知的盲断层 并非需要特别留意的梅山断层 大地震什么时候来 无法预测 除了相关单位做好事先防范外 民众也必须提高警觉 三星期五顾眼熟游博嘉义采望到